大家好,我是东京颜太郎 下面我想给大家讲一讲 今天我的日内交易的操作 今天先说结果 正的 昨天大家如果看过我的视频的话 应该知道我被止损 今天我就讲讲我怎么操作的 我觉得今天的操作应该是非有参考意 然后我没有做PPT 关键的地方我会强调或者说两遍 如果我是初学者的话 可以自己总结一下做做笔记 应该是绝对有帮助的 好,我操作的股票是我昨天我来选的 讲过的一个股票是4883 这个股票是本周一新IPO的 昨天它是大跌 大家可以看到 跌了大概300多点 然后前几天是跌了一天 然后第一天 第一天无所谓涨跌 就是说后面两天是涨 然后这跌 我昨天说这可能今天有可能 有可能会大涨 我昨天说了这句话 但是我没有意料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Lanking 就是那个排名 就是Mothers 选Mothers 然后 Niang Linitz 就是说上涨的上涨率 大家看一下排名第一的是4883 第二是我们之前关注过的 4385 只不过好像昨天没有提出来吧 这个涨了13.21% 整个市场是排名靠前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关注我每天就是推荐的一些日内交易的股票的话 我是经常就是选到就是说排名增长率很高 或者说是涨停的股票的 像这种股票的话非常强势 是有助于大家操作的 那下面我具体讲一讲我那个怎么是操作的早上 今天早上我用的是那个 就是三分钟的K显图 我有时候用五分钟 有时候用一分钟 但是最近用三分钟比较多 即使是用三分钟也可以 就是说大家可以用五分钟或者是一分钟 辅助于判断 比如说可以加两个屏幕 这个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这是上面那个chart chart上有一个 这个好像很慢啊 可以左右两个屏幕显示啊 很慢很慢 那我先啊对 大家看屏幕左右两边可以显示 可以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上 可以拖到右边来啊 然后右边的话可以设置为 比如说啊一分钟 左边设为三分钟或者五分钟都行啊 到一般有时候是对照着看 有时候只看一个啊 切换 然后有人可能会说 哎你为什么就是选这个呢 因为早上我这个列表已经错好了啊 我会就是看哪个早上开盘是涨的 这个很重要啊 开盘涨的话 有的人可能特别是一些储学者 可能就是很激动啊 刚刚做好账户 然后可以交易了 看得很早就起来了啊 然后一看到开盘就很激动 特别是看到涨的话 越涨越激动 然后马上就一冲动就买了 在买之前丝毫不思考 就是说 到底呃就是划不划算 有没有人可能性啊 呃其实呢早上的话 开盘的话 那个一个小时之内的成交量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占了很多 但是呢早上开盘前的 10到15分钟之内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 很多股票就在那个地方 就是那天的最高点 后面就一再也起不来了 然后大家 那我是怎么做的 我今天也是没有一开盘就买 大家如果看 如果我一开盘就买 买到很高的点了 然后后面的话就一直在下面震荡 会一直很难受 一直在被亏损的状态啊 当然我不会难受啊 如果我做了一个操作的话 我会就是把止损想好 我就看它变化啊 如果被止损就算了啊 如果没止损的话就 不断调整那个止损和止盈的价格 随时做决定 但是对于一些那个初学者 可能刚刚早上一兴奋一买 买了之后马上跌 这个很难受的 一个办法就是说 最好早上开盘前的10分钟 呃不要买 那么我想强调就是说 判断这个早上的事 要不要买的话 也有几个要点啊 呃第一点啊 大家可以记下笔记啊 第一点要注意 就是说早上呃 昨天的那个收盘价 这个很关键 收盘价的话 你看了之后就决定 今天早上是高开低开 这是昨天的收盘价 我们可以看到是21 2122120左右 然后早上是高开 高开的幅度也 也还不是很大啊 大概就是60点 因为这个对于这种股票的话 这股票的ATR值很大的啊 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日K线图上 我们可以看一看 看有没有算出来 可能没有算出来 还没有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昨天是亏了 不是不是亏了 是跌了 跌了300点的一个股票 早上回调个60点 这是很很少的一个值 对吧 所以后面还有上涨的空间 我说这个的话 主要原因就是说 让大家要知道 如果早上高开太多的话 可能再往上就没有空间了 你如果买入的话 可能就是挣不了好的盈亏比啊 那么早上高开 高开的话60点也还行 然后我也没有马上买 对不对 然后他马上穿上去了 然后大概9点过6分的时候 达到最高点 一个阴线下来 一个十字心下来 然后又探底了 那这个时候 我想强调第二点啊 第二个重要的点 就是早上的开盘价 开盘的就第一个 第一个K线图的最低价 或者说这开盘价 就看第一个K线图的最低价吧 就这个地方啊 大概是2180 2180 2181左右啊 对2181 那么呢 然后再回调了 回调 我一般的话是做什么呢 画一个斐波那奇回车线 至于斐波那奇回车线呢 是什么 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查啊 它是横量就是说 一个股票从一个最高点 然后回调的那种百分比 这百分比是23.6 38.25 10 61.8 76.4 然后对应的股价的范围 嗯 然后38.2 我们知道和61.8 是对称的 嗯 0.618是黄金分割 所以说这个斐波那奇回车 跟那个黄金分割也有关系 呃 我自己啊 总结出一套规律啊 就是日内交易的 我感觉啊 就是说 如果早上回调到23.6 就是早上的高点 回调到23.6 或者38.2附近的话 它往回走的可能性 就是突破前面早上这个高点啊 就是这个地方高点的可能性还挺大的 呃 如果是回调到61.8 啊 也有可能就是说 再往上走 呃 但是呢 特别是如果是回调到76.4以下了 往下了 那么可能性就很小了 它可能就一天就是 就不会超过前面的高点 一直在这个位置啊 震荡震荡 有可能往下走啊 呃 所以说我一般看的是38.2 或者23.6 嗯 这个股票大家可以看到 早上的话 其实回调到50% 但是它 只是一个下影像回调 它的实体的话 一直是在38.2附近 大家看到啊 这个附近的话 在在左 我是买入是在这个点啊 是在就是我看它会一个很长的下影像 我知道这是我们知道下影像是长的下影像是反转的信号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地方就到底了 这是可能 然后我就在什么时候买入的呢 买入价格价格大概是 啊 在 2200 2200啊 2200 2200 这个地方的话 嗯 嗯 这个价位还可以啊 我觉得啊 因为它在这个 算这个震荡区域的下方买入的 然后这个的话 那么止损的话怎么设呢 当时止损的话 我们看一下那个ATR值 早上这个时候的ATR值大概是 打开一下啊 ATR值大概是在这个地方是30左右啊 对30左右 那我就是在这个最低点2189的时候 我减去30 就是2159啊 好像是2155 对2159 我就设的2159 注意啊 设止损的时候 2160和2159哪个好 肯定是2159好 因为或者是21582157都行 因为那个 在整数的地方 它容易产生支撑 但是它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冲击波一样的 可能稍微往下偏一点点 如果你刚好设为支撑的话 你有可能就是说 就是止损设的2160的话 有可能很快打到那个点 那个点买的人很多啊 所以说就要往下设一点 那反过来 如果止定值卖的话 2160和2159哪个好 还是那个2159好 因为要突破那个2160的话 是比较难的啊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止损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嗯 然后止盈的话 又希望它突破嘛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大概是 2160就是相当于40点 我希望能挣到80点 就是说这早上的一种期望啊 然后它那个 因为会突破这前面嘛 我是想象的啊 这是第一个2比1 最低2比1的那个盈亏比 把这个去掉吧 好 它就记住了啊 这是那个 大概 止损点啊 这是 买入点 好 我们再看看这股价的变动 其实这个股价在9点24分之前 它都还可以的 大家看到一直是往上的一种趋势 虽然上面没有突破 但是下面是越来越高的 一直往上的趋势 但是到那个 呃 9.27的是往下走了 9点半也是往下走 9点33又往下走 大家可以看一下 9点33时候的下面那个线啊 刚好我们开下来的值啊 高跟早上的 开盘第一个K线图的最低点是一样的 所以说明这个地方是一个强烈的支撑的 我们早上之所以把止损设在这个下面 就是防止它就是说 突破就是往下跌到下面这个点 然后往下有一个冲击嘛 冲到下面来会形成一个类似于长的下引线 把你把你穿过了 穿过了 那么你就 它本来是要上涨的 把你穿过的话 那你就失去了就是挣钱的机会 后面上涨的话 那所以要留点预量 好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啊 这个时候其实我没有怎么参考 那个大家看一下移动平均线 因为这种早上跳空高开的 然后以及这个震荡的这种形式的情况下 移动平均线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画了一个这么个正方形啊 长方形大家可以看一看 下边缘就是下面的支撑线 上上面就是抵抗线 注意啊 它一旦就是到达下面这个点之后啊 支撑线之后啊 它迅速的 大家看啊 马上就迅速的攀升 就突破上面的边缘 说明这个股价开始异动了 这种现象特别普遍 特别是就是说 在股价就是要上升上涨之前 会猛的来一波那个下跌 下跌之后再猛的往上冲 这个这样的话就上往上走了 往上走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这个的话 这个正方形状突破了 说明其实就是突破了 突破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就知道 这个股价是进入了另外一种 就是另外一个台阶了 它然后虽然突破 但这个很快又下跌了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突破的时候 一旦一度涨到2335 232235 那么其实是盈利了35个点啊 再往上走下跌了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跌的话 这个往下调整的话 很有可能一般的 一般初学者很有可能想卖掉了 因为本来挣到40个点了 然后马上跌 跌到只剩下挣到20个点 会让人难受 但是呢 大家注意一点啊 这个股价 我们再画一个正方形吧 大家看到 这个下方有一个支撑是什么呢 是那个 2210 就是有一个强烈的支撑 也就是说 现在继续进入另外一个 平台上在震荡了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是不太适合卖的 除非它跌破这个2210 往下走了 那么我在这个期间做的什么操作呢 我因为在这个 在这个正方形之 长方形之内的话 我还是正的 对不对 我就把那个 把这个止损提到哪个地方呢 提到我买入的价格地方 就是从下面这个线啊 移到上面来的 我现在止损在这个地方了 因为现在我 就说本来是正的 我大不了的话 我这笔买卖 就是这笔交易 我就不挣钱 当然手续费有一点点啊 我就当的就是 这一步操作很关键啊 因为 因为如果他突破前面这个 正常方形的形态往下走了 说明这个股价就是趋势不太好了啊 但结果呢 并没有 大家看到啊 虽然就是一直很激烈 一直往上走 往上 往右走的话 这是有很长的上野线 说明那个双方多 买多和做空的双方的买卖双方 就斗争非常激烈 一直往上走了 在10点18分的时候 终于突破前方了 大家看到了啊 那么 很快达到这个高点了 是2280 那么再画个框框啊 对 就这么画框框啊 他达到这个高点之后 又开始回调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具体忘记了 反正我是又把那个 就是又参考 参考这个 呃 绿色的线啊 绿色的曲线是VWP线 好像是在 对 我参考这个VWP线 又把止损往上移了 移了啊 也就是说我现在 具体说的我忘记了 中间改了好多次 也就是我现在 哪怕这股价回调下来啊 改变这个形状改变了 我还是会挣 二十二十五个点啊 那么又再等 等 果然 中间突破了 然后 大概在 十点 那个 十点 对 十点 十一点三分的时候 又突破这个前方高点 迅速的很快 大家看下面 成交囊也上来了 突破前面高点 到 二 二三 二三 然后这 这个地方经历了很多 那个 多空的那个搏斗 我就是在这个附近 把它卖出去了 为什么这附近卖 因为 因为这个 在这个区域 大家看到啊 股价往下跌 而且 很快到 到中午 中午的啊 那么就 那个 怎么说呢 中午它有可能 隔个一个中午 你不知道怎么样 有可能会 暴跌下来 那我就 现在蒸的差不多 一百点了 对吧 蒸的一百点 我就 就走了算了啊 这是我那个 今天的那个 操作的一个过程 呃 然后呢 我觉得还是 嗯 虽然是挣钱了 但是我觉得 最关键的是 不是挣这钱多少 而是说 我觉得我是操作很正确 昨天止损呢 我也没什么 就是说 没做错什么啊 像那种情况的话 嗯 很容易 很那个 很容易被止损 嗯 只要就是说 怎么说呢 大家每次操作的话 就不要太关注 那个 股价的涨涨跌跌 如果你关注股价的 涨涨跌跌的话 你会很难受的 就会很着急 特别是它股价下跌的话 你想本来挣这么多 马上下跌了 心里很难受 没必要这样 你就看股价的形态 有没有改变 大家看到 这三个长方形 一直是往上走的 就是如果 我一旦的话 股价是改变的形状 往下走的话 那么你就才考虑 要把它卖掉 股价在往上走 这种趋势之下 你没必要就是那么着急啊 呃 这个股价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初学者的话 我个人感觉啊 或者是心态不太好 不太好的啊 很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卖掉 要么就是在这个区域卖掉 能等到 耐心等到后面的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我也是经历过很多的修炼 就是我发现就是 我如果以前的时候 我就关注了股价上上下下的涨 然后觉得特别难受 一旦就是说本来是亏了 赢了点力的话 我就马上想卖掉 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断念 我就关注于这个 就是整个形态的变化 还有我的操作正不正确之后呢 我就不再关注这个钱了啊 因为我能损失多少 我很清楚的啊 第一步能损失 大概我刚才那个 多少来着 就是几千块钱啊 几十个点啊 要第二步的话 大不了就不挣钱 对不对 最后的话 最多的话就挣个 二十个点 结果到最后 挣到了将近一百个点 这个是我那个 今天那个的操作 但是这个股票呢 我后来就是 中午开盘收盘之后 我就没有关注它了啊 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我没有操作 但是在收盘前 我又抢了几十点 我再给大家去讲一讲 我收盘前怎么抢的啊 因为到后面 这个股票其实时间 已经拖得很长了 但是因为它的很慢 没那么激烈 所以我也没有一直盯着 我把那个止损价格 是好之后 也干其他的事情 也再过来看一看 也没有一直盯着 就是我一般不喜欢 拖到十一点以后了 一般都是十点 顶多十点半吧 之前都把它解决掉了 那这个今天 拖得有点长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下午 因为我告诉你 早上的话 移动平均线不太起作用 因为那个 特别是这种 跳空高开的 但是到后来 慢慢有点起作用了 然后早上那个 VWP线也不起作用 但是到后面 白天的 那场的话 白天的话就起作用 大家看啊 它在 明显的 看到没有 在VWP这个地方 形成的支撑 大概一点半的时候 跌到VWP线 然后马上反弹 这个我是没有操作的 然后因为今天 我就想 收盘前的半个小时 我看一看 就大概2点 对 2点那个 20 20多分的时候 我就来看 我发现 这个股票居然还 后面又 在我卖了之后 它又 又突破了 哪一天我突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下午1点多的时候 突破了 看到没有 然后再到 2点24 又突破了 我说 这股票好强势 结果我正在感叹的时候 猛然的下跌 大家看到 下跌到这个地方了 那我就 它当然也就是 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马上把那个 买卖的那个交易的打开 然后我就 我就在这个地方 抢了一个 因为我知道 这个肯定是它的支撑 我觉得这个附近 抢了一下 抢了一个 抢了一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你知道这个 下影线 这个是很难买到的 是怎么买的 是用那个 NariYuki 就是市场价 直接就是 看着这个股价 在下跌的过程中 快要靠近这个 快靠近这个 VWT线的时候 买了 买的时候 果然 买的时候 马上反弹 很快就挣了几十个点 挣几十个点 我知道 我怕它又跌了 因为现在这个 最后的那个 最后的那个 这个期间的话 你不知道它会是怎么样的 因为变化特别大 是没有什么支撑什么的 我就只能 开一步走一步了 最后大概是在 这个附近 卖出去的 因为它 感觉有一个 大阴线的时候 卖出去的 也可以的 没多久 就挣了 挣了几十个点 我觉得这挺好的 就是 对 20分钟 对 15分钟 15分钟左右 15到20分钟 但是 大家看一下 后面 居然在 54 大家看 54到 57 就三分钟的时间内 它又突破前方高点 到了 2400 这个我就是没有抓住了 不过也无所谓了 就是 总体也说 我觉得 今天那个操作 还是 我觉得 我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当然昨天 我也挺满意 虽然昨天亏钱了 所以说 我满不满意 不是说 我正没挣钱 而是说 我有没有 有没有正确的操作 这是我 就是 今天的操作 那回头总结一下吧 跟大家再 就是 总结一下这个 今天操作 第一点 大家注意 早上开盘的时候 可以参考 也要注意的两个点 第一个是 昨天的收盘价 和当天的开盘价 如果跌破了 开盘价 并跌破了昨天的收盘价 那么这股票就很危险了 大家注意 第二点 菲布纳奇回撤 回撤到 38.2% 或者26.3 26.4 都还行 那么有可能突破前高 可以在这个 如果是没有下跌的趋势的话 可以 这地方买入 买入期待它突破 那第三点 大家 就是止盈的时候 也不要那么心急 当然的话 我说的这种方式 不是对所有的情况有效 今天是有效 你像昨天的话 如果我在 它三分钟的K线图 它突破上面 第二次没有突破上去的时候 我把它卖掉的话 可能我就挣了好几千 好几十个点 就不会亏 但是 你如果是那样做的话 你 你挣得很少 是吧 没有达到自己盈亏比 那长期下来的结果是 你会损失 像今天的话 你如果是 按照昨天那种方式 如果是提前卖的话 那么今天就就是 撑不到那么多钱的 这第二点 然后 这是止盈和止损 然后再去止盈和止损的话 不断调整 然后到白天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VWP线 是比较有起作用的 可以看VWP线 来进行操作 好吧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希望给大家一个参考 谢谢大家 又讲这么久了